从空中俯瞰土耳其哈塔伊省的安塔基亚 这里不少建筑在这次大地震中化为乌有 强震后这里对外断绝 救援物资总算进来了 一架又一架救援直升机 送来全世界的爱心 这架直升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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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们有很多种温度的食物 这架直升机来自个人 这架直升机的健康 这架直升机还为灾民 带来几十顶帐篷 而大量物资都会先送到 伊斯坦堡的配务中心 两百多辆卡车 前进东南部重灾区 志工掌声欢呼 送走一辆 又赶快组成人体运输链 把下一辆车装满物资 救援物资包括 不少珍贵的医疗器材 因为多数载区医院倒塌 资源不足 像这台电动手术刀 能让患者在失血最少的情况下动手术 另外担心地面上野战医院 会受余症影响 土耳其政府还出动医疗舰 在医疗舰的产科病房上 还诞生了一位小女婴 为苦难的地震灾区带来新希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